漆海官邸彻夜不眠的緊急應變之後 黎明到來 一場席捲台灣的風暴才正要開始 我們會有很好的關係 與中國和中國有很好的關係 台灣絕對不會接受過兩次 我們的媒體因為結稿的事 我們的時間普通是11點12點 那麼他們挑兩點來告訴我們 已經過了結稿的時間 我們民眾聽美國之音的很多 尤其他們想學英文 聽美國之音很多 美國之音播了他們就知道了 我必須要這樣講 當美軍電台和美國之音和美國 美國在9點鐘 就台北時間9點鐘 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我們的民眾 完全都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政府到底怎麼回應 台灣真的會亂 尤其那時候還在選舉 如果我們的政府 在處理這個事情 讓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國民 認為政府很軟弱 很無人 講的話都軟趴趴的 做一些事情沒有髒法 這個的衝擊 可能比外患還要來得嚴重 1978年12月27號 錢富在機場發表強硬聲明 總統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They are all good students, but they are all good students. At this time, they came up with some kind of victims. They took a gun, some kind of stuff.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I mean to Taiwan.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He said, My driving officer was frightened of feroom, andzony. She said, You could do it for a hurrying. I said, You can't just go ahead and get back to the car. The car seat, and the door seat, is opening. I said, The four doors open. At there, the student saw the door open. I saw a shout out to the uncle. He said to him, I said, I'm out of support. Then, I said, I was out of power. He said, I didn't know. I knew it was about the situation. 有有有猙獰面目 我看得兢兢足足 所以第二天早上 蒋经国先生 要我把这个 警总司令 宪兵司令警政署长 叫去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当场有没有照相 没有 我说 你们一定要查 学生是有人发动的 我知道一定是党部发动的 至于那个 插进来的暴徒 怎么回事 有组织的 他们告诉我说 是你那天下午 从中壢 有十多辆 计程车 带了番茄 鸡蛋 竹棍 和这个什么 往台北去 那么 Christopher 受精 这个安科志坐在左边 受伤 眼睛旁边被查 这个Christopher一辈子 没有受过这个 所以他吓得 马上要回去 不要再继续 被安科志 Pacify 让他 后来 18 28号早上 先见了 金国先生 保证他的安全 才坐下来 谈判 这个美国大使 在电话里面 非常非常 息事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 叫James 你晓得吗 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 他用的是Rioters 他说 他那些暴民 拿着猪肝 把玻璃敲破 你晓得 我看他们 眼睛里面都有血 有血丝的意思 这个Blood in the eyes 向他们来袭击 我说大使先生 你必须要了解 美国 无预警的 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 你现在晓得 你现在被 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 你觉得 你的人生的 安全受到威胁 就像台湾 整体当跟美国 无经意境断交的时候 台湾的安全 不是一样的 也受到安全的威胁 他们也是 Frightened 也非常的不安吗 他绝对不是 对了你们这些 代表团的人 是觉得要向 美国政府和美国的 这个总统 表示抗议的意思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 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 萤火自焚 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 也是群情激愤 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 马英九 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 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 一个重大的事项 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 中华青年联谊会 就等 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 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 要撤军 要废约 就是废那个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当时我们大家心情 都非常的沉重 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 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 一面真的流泪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 他自己很得意 他说 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 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 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就有这个组 和马英九一样 就读于哈佛法学院 同样也是受 孔杰荣教授指导的 吕秀莲 则是在断交前 就回到台湾 从事反对运动 我在哈佛大学 做研究工作 那我的指导叫 Zeri Cohen 他当时是亚洲顾问 所以经常有paper 那我读了很多他的paper 那我看美国的新闻报道 就越来越觉得不妙 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 美国的白宫的国安顾问 都纷纷到中国去访问了 整个气势让我觉得 好像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 我记得我认识 我记得我认识 香港 我认识 我认识到新加坡 我认识到新加坡 他就回应就说 那我就去声援你 我们当时就是有这样师生的对话 不幸后来真的就这样发展 那12月16号 对我们当时正在选 参选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 是很关键的 蒋经国就宣布 宣布就是说选举停掉 第二个就是国防军事全面戒备 然后民生经济要稳住 他做三个宣布 那接着下去就有点半戒严的状态 最后克里斯多福正式要来谈判 被一群人包围 他们非常愤怒 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桃源来的人 那些人是因为听过我演讲 就果然是发生的 所以他们非常愤怒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 和动荡的局势之下 艰苦的外交谈判 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我是念外交的 我只相信谈判 我不相信你们这些demonstration 或者people power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的 头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安全 我们过去是在你美国的 核子保护伞之下 以后还有没有 两方面关系的性质 成立代表处 或者是办事处 名称 数字 待遇 等等 这个谈了 谈了很久 我们有军售 让我们有这个防卫性的武器 而且有共同防御条约 如果人家来打我们 美国会来帮忙 还有没有 这个名字 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 拖了好久 我们提了名称 美方说no 换了no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 这个美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 卡特政府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所以整个那个谈判不是谈判 是monologue 都是我一个人在发问 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答不出来 虽然坐在对面的时候 多年的老友 但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 都站着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 想办法来争取维护 1979年1月29号 邓小平选在农历大年初一 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我认为 总统的公主 Savik's new Chinese-U.S. relationship by the American public was due entirely to the character and the good humor and the down-to-earth nature of Deng Xiaoping. He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ws media. He wore a cowboy hat in Texas, and he went and visited Atlanta at my request. And so I think that that was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 nature down-to-earth, honest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ay, China must be al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Bu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als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joined the campaign in the campaign, to remind everyone to look at the behind of the red China behind. 鄧小平到華府來訪問的時候,我們在華府舉行非常大的一個抗議活動。 我是從波士頓到紐約,在紐約吃了一個早飯,然後再趕到華盛頓。 這個車程差不多有八個小時嘛。八個小時還不算長的呢。 我剛剛講嘛,有從芝加哥來的,甚至有從威斯康辛來的。 他們包遊覽車,一開就是二十幾個小時。 大家都義無反顧,犧牲睡眠,犧牲工作,就是要表達一個抗議的聲音。 所以鄧小平來訪問,鄧小平是個聰明人。 他的談話,他的舉止,他的表演,影響很多美國人對他,甚至於對大陸的一些觀感。 這個人很可愛啊,很有趣啊,講的話也蠻幽默的。 比如說,他見了這個美國官方說,美國官方就說,你們應該移民啊,應該開放,應該自由。 他說可以啊,你要多少,我們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送過來。 這個一傳出來的時候,大家沒有把他那種嚴肅性表達,反而把幽默感反映出來了。 然後他就參觀了Kennedy Center的表演。 後來到其他地方戴了這個牛仔帽,他個兒又特別小。 所以,反而變成一個算是成功的一個房子,從他們的角度。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講,對於我們等於是傷口再加一點嚴了。 鄧小平1月30號,以整天的時間走訪國會山莊,與85名參議員和40名眾議員參序,希望就美國對台軍售一事,進行遊說。 我在那裡有一個部份。 我們對他,我們想要有動的總結。 我們要想要有一個市場的委員會。 我們想要有一個決定的決定。 我們考慮了他會是一個 Patricia的支持。 一下子,會射到這次的 dibgel bus出來。 一個比特會, regarding我們的家的戰略, 我們想要去台灣, 那ια中國人應該會有一個性格的問題。 在做那些努力的努力 他們 strongly向對話的努力 他們認為他們的問題是 他們應該有一個努力 所謂的衛生機器 我們說沒有 我們要做那些努力 我們要做那些努力 我們會有平常的關係 中國,而不是台灣 所以我們繼續我們的商業關係 我們還未能賣對方的武器 和台灣的武器的可能性 把中國的武器攻擊 我完全接近這個誠意 但我不會說哪些的成功 鄧小平訪美結束後隔天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 開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 《台灣綜合法案》舉行聽證會 一出講情、講理、講法的大戲在國會上演 美國三大電視台均大幅報道 公共電視網全程實況轉播 當卡特政府提供了自己的立法 《台灣允許法案》 立即被總統拒絕 因為他們覺得 那時候 因為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正好在國會休會的時候 所以把國會激怒了 國會議員看到他送來那個法案 叫做《台灣授權法》 《台灣Enabling Act》 內容空洞對台灣的保障非常的不夠 所以把它改頭換面 那在參議院也進行了很多次的辯論 克里斯托福和安克志出席作證 質詢的參議員包括保守派的高華德 自由派的肯尼迪和中間派的多爾 高華德甚至到最高法院告卡特為憲 國務院的首席法律顧問等於助理國務卿一樣了 跑到美國國會被一位參議員 叫Richard Stone Florida州的問那個簡單像貓逗老鼠一樣 那個老鼠被搞得簡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也是《台灣關係法》很大力的支持者 他剛好在圓山飯店 在台灣訪問住在圓山飯店 他有一個習慣神跑 神跑 早上他要出来运动 在跑步 他从园滩饭店出来 身上穿的衣服上面 挂了一个美国国旗 他在跑 他在跑的时候 他看了街上很多人都给他在腰手 他就后来拿这个故事来证明 我们的乡亲 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同意 不是在跟美国人在吵架 就证明这当中的差距 来说证明 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地发展那个关系 我后来到台湾 相信其他的我会认为 卡特尔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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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满宙 他在旋结束 我这次 mail到台湾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 think they were reassured, which wa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not being abandoned. A book that I wrote abou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 dedicated to my wife that we had been to Taiwan many times, and Taiwan was a friend. And she said, how can we do this to these nice people and the people that we have been allied with for a long time?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really on my pa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aiwan關係法, it'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a part, it'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法律 in the law to rest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s changed the law, and has lost the law. For example, it's very bold to recogn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called Taiwan, in Taiwa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a position of the foreign or foreign government. This is a statement of the fact that if we were approved, we wouldn't be able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w. But this is the fact that it's restored. The point, they call it unofficial relations, but it is the law of the land. This is the only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e have like this that was passed by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s the law of the land. It supersedes the Shanghai Communicay and the other communications. 還有,政治上,他認為中共如果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話,這對美國構成一個嚴重的關切。美國會表達嚴重的關切。 所以,Great Concern,他用這樣一個字。所以這也就是說美國會持續的提供台灣當局防衛性的武器。 我的目標是,台灣的民族的民族,以及防止戰爭。 曾任美軍協防台灣司令的海軍中將施奈德,在聽證會上表示,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相當於10艘航空母艦。 台灣關係法18條其實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第二條是什麼呢?是安全問題。裡面談的也蠻詳細的。第三條是什麼呢?第三條就是軍售的問題。 第四條是台灣的法律的地位。我們的不動產、動產,甚至於我們參加國際組織。這都在第四條。 這個問題是台灣關係法的四個特點。第一個當然了,台灣關係法是史無潛力。 所以是史無潛力。 美國以前沒有這樣的法律。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所以是史無潛力的。 所以是史無潛力。 第二個,很practical。非常的務實。 因為美國在跟大陸建交的時候,它事實上有的問題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一方面蠻匆忙,一方面它可能想都沒想到。 但這個台灣關係法就做很多的規範。 把這些沒有想到的地方就給它填補起來。 第三,很flexible。它有彈性。 我看台灣關係法,我研究,最少有20個地方。 美國行政機關可以做解釋,不同的解釋。 從軍售,到這個特權,到很多地方。 所以它彈性很大。 只要美國政府願意的話,台灣關係法放在它手裡面。 它可以做各種不同輕重的解釋。 它願意加速跟我們台灣改善的關係。 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 它要約束跟我們的關係。 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 最後第四點。 Durable。 Durability。 很耐久。 你看台灣關係法到現在40年了。 有沒有修改過一次。 一個字都沒有動啊。 還能夠繼續存在。 大家還在引用。 大家甚至於有的人還誇獎。 讚美。 這個了不起。 當時的國會參眾議員很有遠光。 有宏觀。 有遠見。 如果說一件事的話, 如果說一件事的話, 它是有所謂的。 這件事的話, 是有所謂的事件。 沒有做自沒有造成案。 它是有所謂的事件。 是4年前第一次的。 我教她的改變。 建議會的改變。 是不必淨在盆達人的盆達人的盆達人。 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 台湾关系法可以说 要比先前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 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 不但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 同时也多了少得牵制了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 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抱怨 台湾关系法让蒋经国的尾巴都翘起来了 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 中方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点正式抗议 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 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 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 我们把它叫做双向元条款 也就是说中央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 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 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 双向元那个财产本来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 按理说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 但是当时美国国会觉得这样对台湾保护不足 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 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双向元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 有18多阴谋 所以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 我们非常在意 所以在断交一直到1月1号开始之前这一段 我们就把双向元以20块美金的代价 卖给这个周以德议员 做co-chairman的自由中国自由协会 Friends of Free China 但是呢 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 那还是要交去的 所以我们的朋友就想尽办法 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 这个财产价值不高 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 精神的意义 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 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 奠定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础 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号 而就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 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据点 北门附近的美国大使馆 今天下午五点多钟举行降旗仪式 只有少数的外籍记者获准进入采访 降旗的仪式由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 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 墙面冷落 那天我们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四点钟 那已经是冬天了 双向园所有的树叶子都掉得差不多了 剩下来一些黄的掉到树上 地上都是一些落叶 戚风枯雨 就在前一天费号尾 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世界我知道你们明天要降旗 我可不可以来 因为其他的外交先例 降旗的时候当地的住在国 主管官员很少说跑来的 跑来很尴尬嘛 我倒要提醒你 要问问你的长官 你的长官同不同意 后来他过了一下打电话给他 他没问题 我们上面同意了 我说那你可以来 他后来来了双向园之后 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 就指到他讲 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 所以搞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废号尾很尴尬 后来我看了情况不对 我就去 我说哈维 Come on 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 站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杨锡坤讲话 唱过歌这样起的时候 哈维就抓到我的手 哭了 然后这样过去 就下来了 那个场景不是在场的 没有办法感受到 因为它不光是一个 physical的东西 它是一个mental spiritual sentimental的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人真的掉下眼泪 所以杨锡坤大肆讲话 今天虽然我们 这个 断了教 我们希望有一天会来 We shall return 他引用这个 麦卡斯的一句话 当美国国旗在海军士官长麦伦 及美国海军陆战队 丧尸班长吉麦可的操作中 缓缓下降的时候 部分参加仪式的美国军官 表情十分的激动 充分的表露出 他们对中华民国 诚挚热爱的心声 将棋仪式由美军协方司令 林德少将亲自主持 林德少将在将棋前 神色沉重的告诉他的部署说 在台美军虽然因为 中美的断交被迫撤离 但是他们对自由中国的政府 和人民的友谊 将永远难以忘怀 和上棋之间的水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